Hello 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二个单字开始看 同学请你翻开课本 看到第十二个单字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Entertain Entertain Entertain你 Entertain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音 Entertainment 这个字就是从动词Entertain 就是取悦娱乐的 这个字变化成名词型 在字尾加个ment 就变成了名词型 也就是娱乐跟消遣 当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加个Entertainment 指某个人事物 有娱乐效果的娱乐人的 这叫做Entertainmen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 明词型 An activity that is fun and pleasurable 一个活动它是很有趣的 而且Pleasurable就是什么样 让人觉得开心的很愉快的 这样子 Entertainment 比方说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当做你的娱乐或者是消遣 这个就是Entertainment 我相信有很多同学 就是还蛮喜欢这个游戏 玩游戏的手游 其实这种对你们来讲也是一种 抒压的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 或者是看这个戏剧啦 或者是看这个球赛啦 这个都是或者是看综艺节目秀 尤其是韩国的 对不对 这个做的还不错 这个就是Entertainment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Solving the daily crossword puzzle has been a favorite entertainment for Tony Solving crossword 这个Solving呢 Solve the problem Solve the problem 就是解决问题 那这个Solve的可以用来 就是解字迷 这个是解决问题的解决 解决问题 所以这张动名词在组格的地方 解决这每一天的crossword 什么叫crossword 同学有没有玩过那种十字型的 十字型的字迷 什么直排怎么样 横排怎么样 他会给你一些提示 这就是crossword puzzle 解字迷 然后主词是这个 好一直是一个最棒的 最喜欢的消遣活动 对于Tony来说 好再来看到第二句 Singers, actors and professional athletes are all parts of entertainment industry singers就是歌手 actors是演员 还有professional athletes 好这个是职业的运动选手 好他们都是are all parts all parts all parts 就是一部分 好就是在这个entertainment industry 好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叫做娱乐产业 就是娱乐产业 在这个地方 同学你自己写 娱乐产业 好他的动词型就是entertain entertain 取悦或娱乐 好看一下例句 A commandian's job is to entertain 好commendian就是喜剧演员 那这个字从哪来的 从喜剧 comedy comedy 这个是喜剧 好喜剧 那commendian就是他就变化成人 变成喜剧演员 好一个喜剧演员的工作就是去什么 娱乐别人 好娱乐大众 这样好娱乐大众 好我们来看到例句2 Our whole family was entertained by my little cousin's funny jokes 我们全家都被什么娱乐了 逗乐了 好这个地方请你注意一下be entertained by 的用法 by这地方是介系词 好被我这个小表弟的好笑的 这个funny joke就是笑话 很好笑的笑话 好说 逗得哈哈大笑这样子 好比方说 讲到这个commendian 其实 我会想到比较经典的可能就是卓别林吧 就是卓别林 那台湾的话同学可以去想一想 好像喜剧演员会有谁呢 这样子OK 那再来加个ing Entertaining 就是修饰人事物 它是有娱乐效果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relaxing and humorous Variety shows on TV can be very entertaining relaxing and humorous 好同学这是一个 好形容词放在聚首的分词构句 好分词构句 好 构句修饰谁 修饰主词主词 主词是什么 Variety show Variety show 好让人放松的 而且很幽默的 Variety show叫做综艺节目 Variety呢本来是指多样多元 好那综艺节目为什么多样多元 因为你可能每一次的 他show 他要做的一些东西 他都是不一样的 好可能就是什么样的 好玩什么样的游戏啦 或者是请什么样的 请什么样的这个演员啦 或者是什么 好上来一起互动啦 然后做一些什么不同的 好闯关活动 这个都叫Variety shows 或者是唱歌啦这样子 好在电视上的综艺节目 可以是Can be 可以是非常娱乐人的 娱乐效果十足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 那在娱乐消遣的话呢 同学来注意一下这个同意字 同意字呢可以用amuse amusement 好这个amuse呢也是 好也是使谁感到娱乐 amuse 这个本来是动词喔 好使谁娱乐或消遣 这样 那你这个delight本来就是愉快 他不见得 delight的话呢 他他就说某个事情 会让你觉得心情很愉快 这样子 对他不见得一定是好什么 entertainment 那种同意字他只是近似语 好近似语 好那你看一下 这地方动词型呢 这地方 同意字delight amuse 有没有 好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好再来我们看到 如果加个er呢 entertainer就变什么 变成演艺人员 演艺人员就是 好台湾的那些演艺人员 你应该知道有谁啦 好像很多啦 什么 好歌手啦 好或者是像什么 蔡依林啦 周杰伦啦 其实他们也是一种 entertainer 其实他们是专业的singer 这样子 OK或者是小钟啊 吴聪仙啊 他们这些都是艺人 叫做entertainer OK 好那娱乐圈呢 好在娱乐圈里面呢 就是entertainment circles 就用circles就可以了 circles就是圆圈圈 圆圈圈圈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13个 第13个 第13个 好第13个 multiple 好前面我们已经有学过mult 那时候mult 我们就讲到它是多样的 多重的 那multiple呢 它变成就是形容词 一个完整的字 就变成也是一样 有多样的 多重的 这样 好我们看一下 only before now 就是说它也是在名词前面 等于many containing many different things 就是包含很多种不同的事物 我们看一下例句 Mary was rushed to a nearby hospital with multiple injuries from the car crash 好Mary呢被怎么样 这个rush就是冲 那这地方是呢 马上被送过去 而且是很快速的 这个rush本来就是有很快速的冲出去的感觉 好就是 立刻 立刻被送到 好这个to是解析词 到一家附近的医院 以着多重的injuries 就是受伤 受伤 from the car crash 就是从这个车祸之中 车祸之中 好那这个multiple呢 其实它也有很多种用法 很多种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同学你看一下 像这个 它如果变化成动词的时候 变成multiply 有没有 这multiply呢 它除了当增加反指 它还有乘 好 几乘几 2 乘 3 2 2 怎么说呢 2 multiply 3 equal 6 这样可以吗 这个地方这个multiply 这个乘法就是用叫multiply ok 好那 它可以等于breed breed就是培育 培育繁殖 那augment是扩大增加 这就是类似的同一字 但是 不等同 你不能将成 变成breed或augment 这是不行的 就是说同一字 它是近似 不代表完全相通 那反 反一字 好 demonish 减 reduce ok 好 减少降低 这样好 减少降低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例句其实你看一看就好了 除非你觉得特别不错 你再写 Roberts's problem started to multiply after he lost his job Roberts的问题开始怎么样 multiply 就是开始增加 好 而且呢 就是multiply 感觉就是很多嘛 因为一直成的感觉就是很复杂 越来越多 就在他失业之后 就在他失业之后 这样 好那 看到第二句 If you buy more lottery tickets 如果你买多一点乐透彩 Your chance of a winning will be multiplied 好这句还不错 这句还不错 就是说你赢钱的机会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被增加 增加 but you also risk losing more money 但是你也会冒着怎么样 失去更多的钱 好 那在考试券上我们有时候 好这个国外的这个试题 他会说 a multiple choice test 这个就是选择题 同学 我们会想要说 这是怎么多重选择题 对不对 同学 这个多重选题就是 不管有几个选项都是选出一个答案 好 不是负选题 OK 这个叫a multiple choice test OK 好 这个叫multiple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4个 access access accessable accessable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access呢 他本身就是 就是有途径 路径 然后呢 他有个 现在常常用就是说 比方说从 指电脑的存取资料 存取资料 这样子 这个叫做access OK access 好所以呢 如果你要讲到说 哎 这样比较容易上网啦 好上网变得容易多啦 好这个 这个所谓的 好 所谓的上网容易多了 好就是说你取 你要容易上网 就是说网路容易取得 这时候你要用access这个字 OK 好用access这个字 好让我们看一下 那动词 to gain information especially from computer 好这是说从电脑去取得资料 OK 所以你只要讲到电脑相关的话 的字你就要想到这一个 OK把它背下来 once your computer is connected to the neat you can access your email on the webmail system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这一段讲的就是云端的一个概念 现在我们的资料很多都存在云端 像google 好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软体公司 那它提供你很大的一个云端的空间 好只要你上网就可以去存取你的资料 好所以once就是一旦 这是连接词 好连接词一旦 一旦你的电脑连上网 同学连上网请你注意要用被动式 因为是你去连接网路 网路是不会自己打开起来 OK所以你要说is connected to the neat 这个to是解析词 解析词 好连接到网路你可以存取你的email 在这个什么webmail web就是网路 网路线上的信像no matter where you are no matter where 这是一个连接词就是不论你在哪里 连接词所形成的副词指句不论你在哪 好再来看到它当名词的时候 它变成不可辞名词也就是 好 这个进入就是进入这个电这个网路 好或使用这个什么样的权利 好我们来看到例句 you can gain access to the online service by registering as a member 好你可以来这轻易把这一句话起来 好 gain access to 就是获取这样的权利或途径 好获取权利途径这样子 好什么样权利途径呢 就是使用网路的服务 藉由regesturing就是注册 这个地方regesture就是注册 好比方说你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上网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好比方说你要去购物啊虾皮购物啊 那他需要你的资料啦 那你就要注册这个注册就是regesture 好先注册你的名称 好密码然后呢就你会有一个 你的一个name你的一个账号你的一个account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使用他的服务 好身为一个会员 好身为一个会员好这样好 再来他的形容词变成accessible 这是about所形成的 about就是能够的所形成的这个形容词 所以就是变成可以进入的可以使用的 好那来看一下例句 Our new office is in an area accessible by the MRT We don't have to have to worry about transportation anymore 我们的新的办公室就在在一个区域里面 好这地方呢accessible放在这个area的后面 好这个形容词做后卫修饰就是可到达的可取得的 ok好可借由节育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transporting 就是交通运输交通运输 ok transportation就是交通运输的意思喔 好交通运输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析喔 好那这个access呢我们刚有讲就是说呢 你通常啦这个不是指电脑就是指什么样的路径管道 他是可以取得的 这样这个叫做access 所以它的同一字你看一下它可以等于pass pass就是路径跟途径 路径 那admission呢就是许可就是许可 通许可 允许许可的意思 好所以你看呢这个例句 他是讲说这个桥呢是可以通到这个岛屿 这个也可以用access before the bridge provided access to the island 就在这个桥提供可以抵达这个岛屿的路径 people could only get there by boat 人们就是只能搭船过去 那再来看到accessible的反译字 这地方在自首加个in就是not inaccessible 就是不可取得的 不可取得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好容易取得容易接近 好可以说easy to access 或者是easily accessible OK比方说这个网路呢现在随时都可取得 你可以说the internet is easy to access 或者是the internet is easily accessible 好那相反的话 难以进入的难以取得就用hard或difficult 好等同于inaccessible 这刚刚你的问题已经写就不用再写 OK 好然后呢 接下来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就讲到 就是取得这样的使用或接近权利这样 可以用get or have access to something 后面是人事物都可以 人事物 好比方说这个例句 the poor people in that country don't have access to free medical care 好在那国家的穷人并没有 好去免费医疗照顾的使用的权利 好他们没有这个 没有权利或没有管道可以去使用这些免费的医疗资源 好再来看到第15 slice slice ok slice 好这个字呢 slice本来就是切片 切成薄片 那他当名词的时候就变成切片 这样就是切片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名词型呢 它是可数 就是部分 apart of something 好来看到理句 the money i spent on comic books takes a large slice out of my monthly allowance 好就是说这个钱呢 好什么钱 我花在漫画书上的钱 好 takes a large slice 就是占了一大部分 占了一大部分 请你写上中文 占一大部分 out of my monthly 就是从我的monthly allowance 叫做每个月的零用钱 这个allowance叫做零用金 零用钱 好再来看到动词型就是slice 就是切片 切成薄片的意思 the customer asks the backer to slice the loaf of bread into 12 pieces 好这个顾客要求这个面包师傅去 slice就是切片 the loaf of bread 这个loaf是一个计量单位 就是一条面包 好 slice a into b 好 将a切成 好怎么样这样好 ok 记住用into 就是说切成12等分就是 into 12 pieces 好那在解析的话 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如果变 如果加个d的话 就变成形容词形 也就是切成薄片的 切成薄片的 那 再来看到a slice of something 这就是说a part of 或者是a share of something 就是抹事物的一部分 抹事物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这一边 这一个段 段落就先讲到这里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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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